我要飞得更高 飞得更高啊 尊敬的评委 亲爱的老师 和可爱的朋友们 大家早上好 我是王一文 今年四年级 在这风很热烈的早晨 我将为大家带来演讲 他的题目是 如果我是一只小鸟 谁说学生很快乐 我仍然是 当场被一大堆功课 转不过气来的 小学生 打开窗户 看着那天空 一只只自由飞翔的小鸟 我不由得羡慕起来 它们可以飞到 自己向往的地方 我多想当一只小鸟 如果我是一只小鸟 我要飞向往前 看看湖边的大气层 到底有多厚 是一万米 是一万米 还是两万米 我要看看 长城 到底有多长 有多么美丽 如果我是一只小鸟 我要把田里的害虫 都吃光 不再让植物受到破坏 无论是将来会变成蝴蝶的毛毛虫 还是蝗虫 我都要把它们通通吃光 我要让所有的植物都能健康 茁壮的虫长 如果我是一只小鸟 不要飞向天空 告诉全世界的人类 不要再杀害任何动物与小鸟 因为动物与人类是共存的 千万千万不要杀害任何动物 我不想过着担心受怕的日子 我害怕随时被猎人开了一枪 把我做成一顿美味的鸟餐 我又害怕被人类抓去 把我关在假小的笼子里 不能自由自在地飞翔 只能在假小的空间里飞翔 最后委屈死去 这时我不是一只自由自在的小鸟啊 而是龙中鸟 这样子说 我要当一只自会的小鸟 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 与困难 以成为一只无忧无虑 自由自在的小鸟 谢谢大家